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前方有许多租脚踏车的店家 租借脚踏车 开始今天的旅行 我租的是一台双人的电动自行车 费用是500元可以骑3个小时 那我们就出发吧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加斯廷 我今天在福隆旧草岭隧道骑自行车 等一下在我后面的就是旧草岭隧道的自行车道 我们等一下进去里面然后走这个东北角的海岸线呢 绕一大圈回到福隆火车站 那我们现在就往里面出发咯 我今天的路线是采用逆时钟的方向 从福隆火车站出发 骑到旧草岭隧道 通过隧道之后在实陈服务区休息 之后再沿着台二线旁边的自行车道 骑到山雕角灯塔 马刚渔港 卯奥渔港 福连国小 再一路回到了福隆火车站 总共需要的时间是两个半小时 从福隆火车站出来之后呢 我们骑到这个岔路要走右边 前往旧草岭隧道口 在这里呢 有一个休息区 这边有展示中心 还有洗手间 在左手边的方向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继续往前 到了这个以前火车在走的旧草岭隧道 那现在火车不走这一条了 那这一条已经开闭成为自行车专用道 在假日的时候呢 这一条隧道呢 是禁止徒步的 必须要骑自行车 如果你要徒步的话 必须在平日才能过来 旧草岭隧道横跨了新北市的福隆 与宜兰县的石城两地 是台铁宜兰县的关键工程 在1924年通车的时候 是东南亚第一长的铁路隧道 全长2167公尺 所以骑自行车的话 也要骑好几分钟 才能够从隧道骑出来 那在台北跟宜兰之间呢 是很重要的交通动线 在旧草岭隧道的南北的入口呢 都有提书法 那一边是白云飞畜 另外一边是智天险 纪念当年艰辛的工程 刚好在隧道口遇到一群自行车好手 他们组队呢 从隧道的南边 准备进入隧道 前往渠轮 前面这一条路可以往宜兰头城的方向继续骑 那刚刚就是从这个旧草岭隧道过来的 他旁边这条上坡的路呢 就是要往福隆的旧草岭环状线自行车道 好等一下我们从这边上去 那这边有一个小村落呢 可以休息 然后可以买香肠 或者是茶叶蛋 买一些吃的 正前方呢 可以看到龟山岛 还有渔船 这边是可以一个看海的地方 前面圆形的建筑物呢 好像是公厕哦 我们去看一下吧 这边是在路易那里 happens 突然间 继续来确凭 抑至继续 抱住 我的渔船 在路易那里 在路易那里 你一直在感到 平通的南边 我也很长了 它还是小村 只要比较 咸 自己 人 从这一条斜坡把自行车牵上去之后 就可以衔接台二线旁边的自行车专用道 沿着自行车道呢 开始就可以进入整个旧潮岭环状自行车道的路段 在这边开始之后 就是属于比较没有遮硬的路线 所以务必要做好防晒 带好充足的饮水 整段旧潮岭环状自行车道全程约20公里 骑自行车单趟一圈都不休息的话 大约要一个小时 我今天的经验是 在各个景点有休息 吃点东西看看风景 大概是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 在这个自行车的路段呢 可以一边看山一边看海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 这一条自行车道呢 因为距离也不算短 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要来骑的时候 可以衡量自己的体力决定 要租一般的脚踏车 还是电动辅助的脚踏车 如果体力不好的话呢 可以租电动的 可以比较轻松 但是呢风景绝对是漂亮的 所以值得大家来这边享受山与海的景色 整个路段上面有许多可以休息的地方 还有厕所 所以蛮方便的 而且人自行车跟一般的大车 都有分开的不同道路 比较安全 前面就是山雕角灯塔 就在前面这个位置 等一下我们要上去这里 左边山上的白色建筑物 就是山雕角灯塔以及气象站 等一下我们会走步道 步行上去看看 这里是极东公园 前面这个岔路往左呢 是往山雕角灯塔 等一下我们走步上去 从这里过马路 那往右呢 是到马刚渔村 我们先去马刚渔村看一下 先往右 我先骑自行车进入马刚小渔村 参观一下这个村落的景色 在道路的右边我发现有常有猫咪出没 请减速慢行的这个标志 还蛮可爱的 马刚小渔村呢 里面有非常多的美食 我等一下也会在这里购买石花洞 外带 等一下上山雕角灯塔的时候 可以享用 现在要往山雕角灯塔 从这边过马路 过来之后呢 我们走这一条小径 就可以上山雕角灯塔了 前面有个公车站 台湾好行呢 宜蘭东北角海岸线有到这里 然后搭公车的朋友可以在这边下车 前面这条小径呢 就是要往山雕角灯塔 据说上去只要十分钟 我们试试看吧 山雕角灯塔 前面就是马刚渔村 里面有很多卖当地海鲜餐饮的商店 刚刚沿着这个步道一路走上来 现在呢 继续往上 就可以到灯塔了 快要爬上来咯 这里就是三条吊灯 也是全台湾最东边的灯塔 我们就是从下面这个步道 慢慢坐上来咯 现在是山雕角灯塔 极东的灯塔 就在我们的灯塔 然后它的旁边呢 就可以看到美丽的 还有呢 这个欧式造景的建筑 旁边这个球体呢 是气象站 在灯塔的旁边 在灯塔的旁边 前面的200公尺呢 是极东观景台 我们下去 前面就是极东观景台了 然后下面这里呢 有一个小渔村 然后有养殖的水池 再往后呢 就可以看到龟山岛 还有我们 刚刚去的山雕角灯塔 这里真的是东北角 非常漂亮的地方哦 在步道上可以看到月桃花 还有千牛花 以及具有漂亮蓝色尾巴的石龙子 真的蛮美的 这是我第二次来浮龙骑脚踏车 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是半年多前 当时我跟大多数的游客一样 只骑到就草岭隧道出来 在石城休息区 看看龟山岛拍拍照 吃点东西 然后就折返了 当时我就在想 下一次我一定还要再来 而且要完整的骑完整条环状的路线 今天就是来实现这个愿望 骑脚踏车在这条 规划完善的旧槽里 环状自行车道上面 是我觉得最理想的东北角漫游方式 能够远眺龟山岛 登山雕角灯塔 除了道路两边的山海风景 绵延的海岸线之外 也会经过好几处地质景观区 例如有魔鬼洗衣板之称的 来来海食平台 也可以走向朝鲜带 去近距离观察海边的生态 当然更少不了海鲜美食 无论是在马刚渔港 还是在卯澳渔港 这边的渔村都有非常多的选择 有清凉消暑的石花洞 有海菜的料理 有现婆的海胆 当然也少不了小卷米粉跟海鲜面 一定可以满足大家 对于美食的期待 骑了两个多小时之后 我也回到了胡龙火车站 准备还车 并且来享受一碗上饮海鲜面 今天在这一家 生意捷安特出租店租车 旁边就可以看到上饮海鲜面了 这是上饮海鲜面 非常多的海鲜 最有名的 海鲜 喜欢这支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并且做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